對啊 像我就是 那個是想不開 那個是我去物理治療 因為前陣子 因為遇到包大哥 包偉銘大哥 我就問包大哥 我說包大哥 我相信你這個都是真的 然後他就是很 他的臉很緊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是怎麼保養的 你是擦什麼保養品 他說沒有 我沒有就是正常的保養 但是我都是 睡覺的時候就不測睡 不彎來彎去 他就是永遠這樣睡 我就這樣睡了一段時間 我真的維持 真的有差 我本來這裡就比較 法令紋比較深 然後你看 你也對 他很像 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也不知道你身到底多深 你跟我講 對不對 還是滿深的 跟水溝一樣深 這樣子 沒有水溝那麼臭 因為以前我睡覺的時候 我一定要測水 我一定要這樣子 然後或是趴睡 就是滾來滾去 滾來滾去 因為我失去睡 怎麼前陣子就發現自己 脊椎好痠怎麼樣 去給人家推拿什麼 就是越推越嚴重 然後貼沙龍帕斯也沒有用 然後就熱膚也沒有用 後來我去看骨科 然後一照X光 天啊 我竟然有 掌骨刺 掌骨刺 這邊掌骨刺 掌骨刺之後 接下來是有可能做輪椅 對啊 要不到神經 對 然後我就去 剛剛那個照片 我就去物理治療 去掉 因為你知道骨科生意超好的 原來現代人很多都有骨 有文明病 對 然後每次都要排好球 那我後來就去看到購物台 我說太棒了 看到購物台在賣 然後他就在地上 就幫你拉 然後我覺得很舒服 但是後來 有一段時間更嚴重 我又去照X光了 然後醫生說 你自己不要動 你自己不要去亂買那些 沒有 有的沒的 對 有的沒的 你還是要來看骨科 為了身體好 對 為了身體好 就慢慢 而且我跟你講 不是只有拉這個 他物理治療 就是他也有推拿的 然後還有用那種雷射 什麼很多 很多照光 土鏡的 對 然後後來就好了 現在完全就是 對 我看也很活潑 所以你睡覺也不用這樣了吧 就正常睡 對 正常了吧 對 後來我去買 對 我又在購物台買了一個 你看 不要再看購物台 不要買了 沒有 真的很好 那個枕頭 我沒有代言 我也不要講他什麼 不好意思 真的很好用 然後我就躺著 他自己幫我固定我的 不管我怎麼翻 他就是會幫我固定我的肌 所以跟我的頭部這樣子 很好睡 真的不要去亂拉 亂拉 那個東西自己拉 因為一般復健科 那個機器是調公斤數 他會慢慢調 不要自己亂拉 還是讓專業的來 那什麼狀況 我們比較可以處理 其實現在很多疾病 都是跟知識不正確導致的 我自己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一開始來的時候 他是覺得他手麻 他是懷疑他有高血脂的問題 結果那時候聽他的那個手麻的狀況 其實他也沒有症狀 就一聽就覺得應該不是這個高血脂 我就直接幫他照頸椎S光 結果就像秀卿一樣 他頸椎是有骨刺 那我們就要講說 因為他是金融業 常常在辦公桌那邊做事 然後一般做公司行好的 他比較容易守 大部分都跟頸椎姿勢不正確 比如說用滑鼠 或者是說他一直這樣子 扶責在那邊看文件 書寫這樣有關係 後來我們就請他說 你跟這個應該有關係 那所以我稍微給你一個肌肉鬆弛 然後你可以去找復健科 去做一些頸椎的遮動 抓你姿勢要保持正確這樣子 隔了大概差不多兩三個月 他就跑來找我 他說現在手不麻了 可是他覺得他的腳開始會麻 然後有時候下半身有時候 會腰痛會不舒服 陳醫師我會不會有其他什麼腎結石 其實腎結石會有腰痛 可是不會有腳麻的一個問題 聽起來又像是這個脊椎神經的問題 我們就幫他就是再造一個腰椎的X1 發現他腰椎有骨刺 而且這是腰椎有輕微滑脫的那個狀況 原來就是說 一開始我們跟他講說 你頸椎有問題 你以後在辦公的時候 你的姿勢要正確 所以他就坐得很挺 坐得很直 但是因為他腰椎挺太久了 姿勢不正確 就造成他腳麻的這個症狀 那其實一個五十多歲的人 為什麼一下子這裡一下子那裡 一下頸椎一下腰椎 除了骨刺本身 然後姿勢不正確以外 他其實大部分 他都有肌少症的問題 那我們這個肌肉的力量 如果都夠的時候 其實可以把他穩在一個 對的一個位置 所以後來我們就跟 五十多歲症的男性說 你還是要做一些 長肌肉的一些運動 一些核心運動 甚至女生的一些瑜伽的棒式 你可以去慢慢去練 然後慢慢的深蹲 一些真正的核心去把它練起來 這樣才會配合復健 這樣才會達到一個最好的 一個長遠的保健跟治療效果 你知道什麼叫棒式嗎 棒式 對 那是棒殼 這交叉路 真的假的 我會認真那些核心 他回去會去跟里長要一個 他有認真 他又在高物台買一個 又買一個了 我們再來看看還有什麼問題 好 逼自己早睡早起 身體時鐘反而大亂了 那我這邊有一個學生團 是36歲的工程師 他就看了新聞名人報導說 每天早睡 早起 你每天時間運用 就是你利用率可以多兩三個小時 你可以更成功這樣 所以他就想說 不然我36歲 我應該要開始調整一下 所以他就逼自己每天五點半起床 然後跑去有氧再回公司上班 那工程師他是需要寫程式的 所以他就寫寫寫寫 寫到中午也不吃飯 然後再跑去健身房 想說我做一點激勵嘛 到了下午的時候 他就覺得怎麼那麼想睡 所以下午有時候三四點 就會直接就是睡著 然後到晚上夜深人靜 真的工程師才會有 那個可以靜下來去寫程式 所以他一樣熬夜到兩點半 然後五點半又起來去跑步 這樣過了一個月之後 有一天他下午的時候 又照往常一樣又睡著了 結果同事叫他 怎麼叫都叫不行 嚇到了趕快把他送醫 才發現是猛爆性肝炎 他整個是爆肝的狀態 所以他就覺得嚇到 因為這樣是連命都不要 所以他就來求診嘛 就說那應該要怎麼辦 那我們就跟他講說 其實人的睡眠的時候 是非常重要 你睡眠的時候 身體需要修復你的肝臟 分泌生長激素 還有你的內分泌系統 所以一般我們還是建議 六到七個小時 你需要睡足夠 那你這樣睡不到五個小時 當然你身體是會壞掉 所以建議大家依照你自己的生活作息 不要去模仿別人的 因為適合你的作息才是最好的 其實每個人適合的睡眠作息 都不太一樣 因為其實可能會 睡眠會因為一些生理 心理 環境 的因素的影響 都不太一樣 那國外其實有一些睡眠專家 就把每個人適合的 生理作息的偏好 分成不同的類型 第一種 比較像是早睡早起行的 所以如果大家平常睡眠的習慣 比較像是早上大概六點以前 就會起床 那睡的話大概可能十點以前 就會去睡覺的話 那你可能就屬於第一型 十一 對 那如果你是第二型 就是稍微晚一點點的 所以你可能大概早上 可能七點左右會起床 但是你的睡眠時間 就比較晚一點 大概十一點左右的話 你可能就屬於第二型 那第三型的話 就是比較像夜貓子的 你可能睡眠的習慣 大概可能要到八九點 甚至更晚你才會起床 那你晚上可能要到十二點之後 你才慢慢想睡了 或是說可能一兩點兩三點 才會想睡 那你可能就屬於這種第三型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你自己的型態可能 比較像是男主 來 請舉牌 請舉牌 你是屬於哪一型 好難喔 那你一定是三嗎 我是屬於你 摩托 摩托 被丟了耶 忽然 忽然也凶凶 給他接不下去了 來 請舉牌 送貴也是二 媽媽一定是二 兩個三個 對啊 我也是二 那這三型代表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的生理偏好是第一型的 國外就用三種動物 來分別表示他們三種睡眠的型態 所以你如果是屬於第一種 他們稱作是獅型人 跟獅子的作息有點像 什麼意思呢 你可能早上起來的時候 工作精神特別好 特別有生產力 所以這從很早起 然後做一些很多事情 很有效率 可是到了大概下午之後 你的那個電池就有點 開始沒電 就這種感覺 所以這屬於第一型的 那可能來賓的二跟三 就比較像第二種 獅熊型 熊型就比較像介於中間 你可能早上 不會那麼早起來 但你起來的時間 大概可能七八點的時候 偏中午這個時間 可能是你作息 生產力最好的時候 但是到了下午 可能兩三點之後 你的整個精神 就開始下降 是 那有的人 就是屬於夜貓型的 那基本上就像 我們所謂的狼型人 因為狼是在晚上的活動 精神特別好 所以其實你可能 比方說你大概睡到十點 十一點才起來 那到了下午 甚至到了晚上 太陽下山之後 你的精神就來了 所以可能在晚上 你的創造力最好 或是你做一些 一些需要思考 需要一些想像的 一些東西的工作的時候 這時候你的生產力 是最高的 所以大概就會用 這三種形式 來做一些分類 但其實因為這是生理的偏好 那現在人可能 其實工作上面 不一定會有這種機會 你可能你是施行人 但是你是上大夜班的工作 所以重點還是要找到 你最適合的型態 來做搭配 對 那其實我可以跟大家 分享一個 我的個案 就是他大概是50歲的 一個男性 那他來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在吃 蠻重的一些 助眠的一些藥物 但他還是覺得 他對睡眠不是很滿意 他覺得我好像10點11點要睡了 但是我都吃了藥 我也沒有辦法睡著 所以就問他說 那到底你的作息怎麼樣 就一問之下 他白天都會睡到 10點11點睡到中午 所以就會跟他討論說 那你可能是生活作息 需要做一個調整 假設你真的希望過 一個比較規律的一些生活 他現在是一個50多歲 可是他已經退休了 所以他經濟 沒有什麼一些問題 他孩子也大了 他也不用 有點像乃哥說的太鹹了 對 但其實很多人 都會遇到這個狀況 他生活就沒有什麼重心 他大部分時間在追劇 很值得羨慕的生活 對 可是他反而有點困惑 因為他就既然這樣 他沒有一個所謂時區的概念 他就怎麼睡 怎麼醒 所以我就會建議他說 如果你真的要能夠 早睡早起 你真的想要這樣做到 你要給自己一個早起的理由 所以我還去跟他討論說 你可能要把你生活的重心調回來 建議他你去找一些 你以前退休之前 你喜歡做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去想一想 那有什麼興趣 是你以前想要去培養 可是你現在沒有辦法做 所以就因為他去做 他就說好啊 那我可以來試試看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雖然睡眠是一個問題 但其實他下面有很多 不同的層面 那個層面解決了 睡眠其實只是一個症狀 他自然而然就好了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要哭啦 看到你 你要更新 就是現在 破破就站在這裡 你不是一副公公的手 走入正常嗎 假設我有喜婦了 我是OK的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 记得选旁边的影片